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的比例被吸收并变成能量 抗生淀粉令人饱足 但是它的热量不容易被吸收 它亦透过其他机制出进健康和减肥 例如出进有益菌的生长 进而降低长度PH值 胆汁酸和胺 当透过细菌发酵时 能产生短练脂肪酸 因而减少身体脂肪的储存 即使单独食用 亦可更低其他食物的升糖作用 豆类是最健康的碳水化合物选择 可以透过以下做法 获得显著的葡萄糖调节一处 豆类取代其他附陷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绿色蔬菜 生或熟都可以 以及其他低升糖蔬菜 坚果种子取代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除了豆类本身对血糖有利之外 它们的发酵和益生源效应 更降低了饮食中其他食物的葡萄糖吸收 对于血糖反应有多种好处 能降低体重并具有抗癌作用 豆、坚果和种子中含有多种抗癌化合物 包括直酸和基醇五伦酸 在动物研究中已经显示它们可以抑制肿瘤的生长 转移和侵犯并增强自然杀手细胞的活性 多食斗以取代其他食物 就能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的所有代謝参数